我父亲也是画画的 所以说可能从小的时候就 又对画画有兴趣 其实我是画了这个小孩子以后 认为这个东西很符合我自己的一个style 一开始的时候我取名字应该是叫生在80年代 然后最新的这个系列就叫风中的童话 不是童话就是花朵的花 这个画面里面的小孩子也好 还是我画的一些动物也好 都是在一个童话的世界里面 他们在自己的这个世界里面无忧无虑 我自己认为自己的使命是 我要画出的东西是我自己喜爱的 然后观者应该也是喜爱的 其实我从最原始的想法来讲是 因为我主修的是油画嘛 然后我开始做雕塑 然后就发现到因为雕塑它有一个复制性 就是我们可能会做全球限量八支 但是每一支它都是有复制性的 基本上来说我就想 我说我能不能够跟油画的感觉是一样 因为油画它你再怎么画的像 它只有这一幅嘛 雕塑可不可以也是这样子 这实践虽然它的造型是一样的了 但是上面的这些纹饰它是不一样的 包括它的头发的颜色 还有它的裤子的颜色 呈现的效果完全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